看看新闻榜 今天捧着一盘的甜品来了是吧 我做了一些蛋挞 那男嘉宾你们想不想吃 行 想的话那一会儿 就要在我唱歌的时候 送花给我 花是我自卑的 不用你们花钱 这个要求高了 那女孩太可爱了 然后一会儿在我唱歌的时候 看我手势行动 我们是双眼花是自卑 这花的时间由她来规定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 非常欢乐的歌曲 杨成林的《遇上爱》 也希望今天能在 谁能的舞台上遇见我的真爱 谢谢 好 我们的爱情有没有真爱 有没有线索可态 我危险够什么时候来 我该用什么心态 看我手势在行动 等一颗心走进下个现在 让未来有惊喜意外 像是硬盘爱的平凡女孩 不许再平凡地等待 遇上爱的那一天 永远看了思念 想想谁把脸上有心 遇上爱梦念梦的天 两人之间 拥抱起相恋 走那天 我就会许下缘 谢谢 我爱你 太厉害了 姐 小姐你看你帮我们训练弄得多快乐 74票 现在对着镜头 留下你炫白自信的笑容三连拍 好 来 开始 一 二 三 谢谢 来 台中再聊 刚才那么的热情大方 那愿意在第一时间接下面去吗 嗯 等一下吧 哦 还要等一下 这个董思佳虽然不是明星 但是盛似着明星 十六位男士啊 你看一下 刚才给你送花的 包括不送花的 你最吸引的人 哇 难得 哎呀 居然是这位 太烦了 你不吸引的不想爱 我觉得既然能来到 旋门舞台上 男嘉宾一定都非常出色 所以我没有什么不吸引的 哎呦 不得罪人 好 很喜气 来 男生们第一一下如何 姑娘 你是真给咱们北方人正面了 好样的 谢谢 谢谢 不是 你应该是来到我们 我是一个眼鼻特别厚的人 你应该是来到我们 谁能把现场搞得最欢乐的一个 是吗 是吗 那我达到目的 女嘉宾给我感觉就是 跟快乐的精灵一样 你知道吧 我里面现在太像套近火了 其实是我们东北的 什么你们北方的是吧 是不是 东北的女孩 对吧 我跟你说 就东北女孩到这个场上 就特别能耗住 我跟你说 所以我肯定会支持你到底 放心吧 谢谢 谢谢 你刚才说到那个 就是我们这面部皮肤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 和我面部皮肤能相匹配的 因为就是这个 来这个 再来这个之前 我应该是这个台上 目前为止 面部皮肤保养的层数最多的 这个时候我教你 你拱手对她说一句 承让 承让 好 谢谢 我收了 女嘉宾你好 在法国如果我们要形容 一位活泼可爱的女生的话 我们会比她为天使 我觉得把这句话送给你就 非常不错 谢谢 一位活泼可爱的天使 掉落到人间 然后给人间带来快乐 就像今天给我们男嘉宾 带来快乐一样 我想问你 你掉下来的时候你疼吗 起码不是脸充滴的 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开心果 那开心果是怎么练成的呢 来通过一道ACR 了解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董苏佳 我大学的时候的工作 经历非常的多 大二的时候和我的一个同学 合伙开了一家港式甜品店 那现在要关注 这种理财投资方面的信息 每天回到家 我都会马上打开电视 关注财经频道 然后打开电脑 看一下今天 不是大盘黄金和基金 期货的一些变动的情况 那虽然在工作中 我是一个女强人 但是在生活中 我更崇尚的是 贤妻良母式的生活 我喜欢做家务 做菜 做饭 我还会做甜品 因为我知道 抓住一个男人 首先要抓住她的胃 我有两段感情经历 那印象最深的一段呢 我和她是在网上认识的 我们大概交往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后来因为很世俗的原因 因为她的前女友 可以把她带出国 所以我们就分手了 我的职位标准比较简单 她的身高要在175到185之间 其次我不喜欢阳光少年型 花样美男子型 她的年龄区间大概在25到35岁之间 来 大家交付费还记得比较紧一下 上海金融学院毕业 现在在做银行的职员 对 向前冲 这次有三个评价 变形金刚 双面人 文艺奇迹分子 谢谢 女嘉宾你好 你好 像你这种向前冲的精神 你应该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对吧 我的朋友说我是外形上的窈窕淑女 内心里的变形金刚 就是说我要遇到很多生活中的困难跟挫折 那我不能被这些困难所达到 我要一直向前冲 这样子我才可以得到我工作的胜利 或者我的一些目标 恋爱过两次不说了 这个创业师范做手术 因为这个男朋友找了 吃了回头草 跟他分手了 他希望找到这个男友呢 是28到35岁 希望沉着稳重 能让我着陆 对 我觉得我一直是一只蒲公英 像我刚才在题板上写的 我从北漂到南 一直都没有着陆过 我真的很累很累 所以我现在需要一个 一个家 一个男人来给我这样的一块土地 让我着陆 嘉嘉你好 最后我的问题就是说 会不会你的性格来影响你 交男朋友的这个 把握的这个度 其实感情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把它特别具体化 我觉得是一种感觉 一种心跟心之间的交流 我之前喜欢的那 我非常非常爱他 他让我有一种归属感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跟我的一个好朋友 在大二的时候 我们决定做一家甜品店 因为当时也是蛮苦的嘛 上学边上学还要边装修 跑建材市场 然后还要学手艺 这些都是我一个人承受 但是我觉得非常开心 生活非常充实 结果还是没成功 后来可能因为我自己 身体出现了一点状况 就是蓝胃炎比较严重 然后没有告诉我妈 因为我怕他很担心 所以我就提前回到学校 来做了手术 做了手术之后 医生让我好好休息一阵子嘛 我怕这个店没人管 我想绝对不能放弃 然后我就没有好好休息 导致后来感染了 然后就痛得我都床都起不来 这样子路也走不了 然后没办法我瞒不下去了 我只能我妈妈过来 帮我把这个店转出去 后来她就是这个 遇到她前女友跟她说 可以带她出国 那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了 我也是很祝福她 我希望她能幸福 明白了 所以你把这个给连在一块 就是失败 是因为她做手术 因为这个男朋友找了 吃了回头草 而跟她分手了 女嘉宾 我觉得你真的是特别励志 让我想到我之前 工作的那个学校有个校训 叫《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人生中间又灰又黄嘛 对吧 我吃一匹黑马 可以看得出来 你的确是非常坚强 就好像你应该是 《变天金章》里面 那个《晴天柱》 《晴天柱》的英文叫 《Ultimus Prime》 《Prime》就是最基础的 有你的这个坚强的心理在 你无论做什么的话 你都是有坚实的那种 晴天巨柱可以撑得起来 谢谢 谢谢 那我来说两句 刚才说的那个 像蒲公园一样让你着陆 其实这个 因为我们都是北方人 我是06年来上海的 那时候刚刚来上海打拼 我觉得挺艰难的 那种就是 举目似望不见故乡 我今天可以代表 就是所有在外乡 尤其是在这种大城市打拼的人 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 我们为了留在这个城市 为了很好的生活下去 我们必须要做到我们的隐忍 取舍奋斗 我们要想和他们活得一样好 我们就要付出更多 对 很有感同身受 真的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事情 我觉得自己要承担 所以走过去就好了 其实真的 我现在还是特别乐观的一个人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在这个城市 自己漂泊的城市找到一份爱 因为有了爱 就有家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那辽宁的女孩太可爱了 那双鞋就像我们那模童话一样 那个灰姑娘 里面的水晶鞋一样 谢谢 其实它是防水晶的 是亮片而已 对 希望今天能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找到我们的那个白马王子 好吗 谢谢 谢谢 好了 赞扬倒是很多 你们到底会不会留下牌支持她呢 在这边呢 要先上问一下你 愿意接下面去了吗 愿意 好的 准备好 3 2 1 请见面 好可爱 来 男士们 拿起你们手中的电器 3 2 1 请选择 不错 不错 现在在你的身后还有八位男士 在为您是候诊 刚刚好达到我们这个要求的人数 八位 对 我们这个如果女嘉宾在让男嘉宾这个选择的时候 他们留上八张牌 会有三种情况供你选择 第一种 你挑选你四张你认为有必要跟他们去沟通的 留下他们 第二 你挑选四个你认为没有必要跟他们沟通的 翻过他们的牌 第三种 放弃这项权力 选第二种吧 第二种 翻过他们的牌 那 请你告诉我 你准备翻过谁的牌 6号 7号 11号 李恒健 李恒健 好 李恒健 不是说不喜欢是因为这个花妖美男子我可能不太能接受 好的 你这个帽的险不大 说明这些男士跟你还确实还有点头缘 你只翻过去了一张牌 是 所以在你的身后还有7张牌为你留着 好 那下面呢你可以向男生提出 7个要求不符合你要求的会主动翻牌 来吧 第一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 你 从来不会关注一些财经类的消息和新闻的起关牌 准备好 有没有 3 2 1 起翻牌 4张牌都没有了 等一下 一个问题是4张都没了 可能他们从事的行业跟这个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但你们确实不太会存一些钱吗 都是月光族吗 对 其实我就对这个理财特别特别感兴趣 但是我身边又没有这样的人 所以 然后我只能是最最简单的最基本的就往银行里面存 对 我就觉得已经奥特了 以后给你介绍了一张 一张 我们来继续提出下一个要求了 第二个 没有私家车的请翻牌 没有私家车的 你可以没有房 但是我的要求是 OK 好 现在看看 准备好 有没有 3 2 1 请翻牌 没有私家车的 一张 好的 好 二哈小勇翻过去 小勇肯定没有私家车 这个还用说吗 在有车有房的选择情况下 我肯定要先有房 人家人家的 有房才有家吗 所以说我不可能先买车再买房 我只能先买房再买车 但是车我一定买得起 是时间问题 好的 我要提醒你一下 现在你身后的牌不多了 你要慎重提出你的下一个要求 来 没了 没有了 确定吗 确定 好 那要恭喜你 我们现在要请出即将对你表白的5号 表月光14号 王嘉明 请出列 谢谢 两位都符合你的要求 来 自家向前一步 下面进入总有一杯你的茶 天窝茶庄 动情时刻 听听两位男士的真情表白 嘉宾 你好 叫我私家吧 这样亲切点 私家你好 可能以后还能叫得再亲切一点 希望我有机会的话 这样的 前面和你的沟通可能会比较少 但是我在静静地聆听 听了你很多的故事和经历 我觉得你比同龄人的女孩 经历的更多 思想更成熟 但是呢 我觉得你经历的东西已经够了 你背负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我实在是真的想 给到一个温暖的感觉 给到你一份承诺 所以呢 我就依然决然地下来向你表白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前面提到的几个要求 我基本上都能符合 而且我还在不断地在往前走 不管有多艰难 我都会让自己往前走 我觉得我们这个观念是一致的 所以可能的话以后 有机会从朋友做起 越走越近的话 以后希望还是非常大 前方的道路应该是非常光明的 谢谢 谢谢 嘉宾 思佳你好 我感觉你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从里到外都特别适合我 哪里都适合我 然后你之前创过业嘛 如果你还想创业的话 我可以帮你 如果你不想创业的话 你可以帮我理财 然后如果你觉得我还行的话 就把我牵走呗 思佳有个地方 这两位出场都满足你 最后一个任务 我相信是肯定的 都是跟车有关 不是车子的问题 我说不清楚感情是 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很抽象 但是它就是 我看到你 我就会觉得我很安心 也就是我要 我那只蒲公英 我要落地 我要着陆的地点 我希望一辈子能够 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面 生存生长 我之前的男朋友 你知道他为我做的最感动的一件事 是什么吗 不是他给我花了多少钱 是他 自己 亲手剥了一个橙子 喂给我吃 就是我从小到大 可以说 他是唯一一个男人 为我做这样的事情 我还可以削苹果给你吃呢 我可以为你办一场演唱会 完了之后 做你的男粉丝 为你送上 世界上最大的一束玫瑰花 好 真的很感谢 没那个感觉 谢谢 真的抱歉 两位 你们二位都非常好 都非常可爱 一个很英俊 一个很可爱 但对不起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嘉明 你谢谢妙月光 谢谢 那么这样 朵斯嘉已经拒绝了两位男士 嗯 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也在这个案件上 摁出了一个你最心意的人 是 但是很遗憾地告诉你 他没有给你留牌 你现在是不是想向这个人表白了 我有这个权利吗 当然是你的权利 嗯 那我决定 好 那这个人就是 觉得他已经支持到了 三号 护卫 我 我从来没有对人表白过 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我这个心情 我只是说 如果 你想要的是 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你想要一个贤妻良母 一个回家 能够有这种家的温暖的妻子 那我相信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我不要求你给我什么浪漫 其实在这个社会我觉得 平淡的才是最真的最幸福的 其他的我就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是希望能考虑一下 首先问你一点 你了不了解我 我不能说完全了解 大概知道些什么 我只是 那我在台上正好 听一种感觉 感觉是不是 你前面有一点说的对的 我需要的是家庭的感觉 先说我对你的感觉吧 就是私家妹妹两个字 你是一个人到上海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生 我对更多的 对你是一种兄长的关爱 然后直白地说 刚才你的那些条件里面 我看到一个是工作很努力的女生 我觉得我很欣赏你这一点 包括我刚才说 工作上我想给你加加分 但是我没有看到你的生活中 所以我更多 我希望作为一个兄长 来关爱你 我也等于说已经拒绝了这位姑娘 很谢谢你第一次 很意外 谢谢 没有没有 我觉得就是一种缘分吧 我觉得你能给我一种着陆的感觉 既然这种事情没法勉强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但是我还是会很支持你 也希望能找到你的心 我也支持你啊 你可以拥抱一下吗 应该我有体重说 谢谢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每个人有她的平静 我抱歉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我们离开吧 谢谢